我們又看看內地各大出油平台的一些數據 因為看到直至上天 內地的各地酒店住宿的預訂量 比起二、三年是升了超過一倍的 二、三年那條數據 根據《文女報》的數據 其實去年那個出入境人次都說了二億多 旅遊收入都1480億 都已經超過了疫情前的水平 唯獨是一件事就是人均消費 其實只是去到疫情前接近九成 當時我們看清明節的假期 都已經開始看到消費復甦了 今次5月1日 會不會都可以令到人均消費有再增加的情況 5月1日的人均消費應該就長去看 因為見到幾個節慶日 除了清明節本身傳統不是一個消費 或者旅遊的旺季會特別之外 其他例如春節 例如去年的11日 或者去年的暑假 其實人均消費都還沒有回到正前的水平 所以今次人均消費是否真的可以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仍然有所保留 但整體消費的總額就應該超越了疫情前 因為的確出行的人數 絕對的人數真的多了很多 但是否代表著內地整體的消費 那些東西是復甦 其實也未必是 因為在疫情之後 大家也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其實香港人也是 大家會集中在節日一起出來消費 但平時躺平在家裡 都不是很肯做事 而且消費的模式 因為疫情期間可能抑壓了很多服務類型的消費 所以疫情之後 那個消費的目標 其實也不是買多了東西 其實真的享受多了服務 例如去旅遊 去景點 去景區 去玩 這些的確是有機會花多錢的 但如果純粹是商品那方面 你說會不會買多一部手機 或者買多一個手袋 這個似乎未見到這個跡象 嗯 始終消費降級都是這個主流 大家節省錢就去旅遊 才去體驗 因為這些可能體驗的相關消費會多了 對攜程 同程這兩隻股份來講 都是一個正面的影響 這兩隻股份 年初至今都一直升到現在 分別就累升了5成2和4成6 除了這兩隻 大家都看到都升上來了 又好像沒有什麼水位 這次5月1日 大家又有什麼 以一個長假期的概念去追的話 有什麼股份可以後限 我想就除了同程和葵程這兩隻 似乎必追也必買 但正如我所說 之前已經升上來了 可能剩下的空間就不是那麼多 我想去到這一刻 其實唯一可能真的完全受惠出行的人數 或者數字上升 尤其是國際航線 因為去年同期 其實很多國際航線都還沒有開 日韓其實都是去年暑假 即7、8月的時候才逐步開放 所以國際航班其實是處於一個逐步的狀態 所以我想今年出行和去年一個比較大的差異 我想國內的油可能差異不是很大 但國外油的增量應該會比較明顯 所以可以留意一些航空股 因為你看到如果內地三個航空公司 大部分仍然是一個底部的反彈 如果你說國泰來說 其實它也還未破頂 所以我想除了同城葵程這兩隻之外 下一步就是第二屆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航空股 或是正式得來自然有機會 所以我想向下航空公司 然後結果多數字 分別的航空公司 會有這一點 因為在航空公司